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我们的背景讲的是在城市里面 你要修建一个比如大型的地铁车站 这种大型的地铁车站 它面积又大 然后又深 这么又大又深的一个大坑 周围建筑密布人流密集 那万一你施工一不小心 导致了周围的机梗坍塌 地层轻覆 楼房跟着一起轻覆 那就很危险 是不是啊 所以说城市里面是不会允许你随便就挖这么大这么深的坑的 除非你能保证 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都能够采取措施 保证你的机梗施工是安全稳妥的 是不是啊 那比如说 你为了保证机梗开发过程中 不谈大不是稳 好 我就得先做维护结构 在机梗开发之前 我沿着机梗四周围 先做维护结构 比如说我用地下年巨墙 把机梗四周围先给它维护起来 然后我再随开挖随设直升顶住维护结构 是不是啊 这叫什么 知乎结构 这叫知乎结构 或者说 如果是海水地层的话 我们讲要先降水后开挖 那你降水的话 如果地层水位下降过多的话 会导致地层跟着一起骨结成降 那地面上的建筑物 够入楼房都要跟着沉降破坏的 怎么办 如何减少降水对地层环境变形的影响 这叫什么 这叫地下水控制 比如说我们用直水帷幕 或者隔水帷幕 把机梗内外的水环境隔断 我抽水的时候 我只抽机梗内的水 不影响机梗外的水环境 不影响机梗外的地层水位 是不是 这叫地下水控制 另外 另外 对于这种长条形的 机梗 比如地铁区间隧道 这种长条形的机梗 它机梗两边是有维护结构的 但是纵坡这一面 它是一个土坡 它没有维护结构 因为纵坡这一面 它要不断的往这边给它开挖生长 所以它这边是土坡 没有维护结构 那么这个土坡这一面 如何做好边坡防护呢 是不是 土坡子的边坡防护 如果是带这种知乎结构的机梗 那你就要采取机梗变形的控制作势 就是防止知乎结构变形 那如果是软土地区 比如说 这个机梗 这个机梗所处的地层都是淤泥之土 周围这个全是淤泥 全是淤泥 全是淤泥 大家想一想 这个淤泥 比如我把这么大一团淤泥给它挖走了以后 旁边的淤泥是不是会回流 甚至随着开挖 机梗外面的淤泥会绕过维护结构底端 往基坑内回流 随着开挖学后 地层是跟着位积的 变形的 那这个时候你就没法开挖了 维护就够容易跟着一起倾覆 变形 是不是这样 失稳呀 这时候 这种软弱地层 我们要干什么 地基加固 先把地层加固稳定了 把整个地层都给它加固稳定 都加固稳定了 然后再开挖 先加固后开挖 这叫地基加固 所以说 明挖基坑事工这一节 这四个子木 就是讲的 不管在任何情况下 我都有应对方法 保证我们的基坑开挖是安全稳妥的 那采取了这么多的措施 就这个意思 好 那么我们先看地下水控制 讲白了是先降水后开挖 我们前面讲叫有人无水 降水要降到施工基地以下 0.5米 是不是 你看 有节水 降水 回贯 获气组合的方法 节水就是人家用止水帷幕 把基坑内外的水环境给的截断 或者隔断 是不是 降水就是把水降到基底以下 0.5米 回贯 就是抽出来的水 我们可以在基坑外面 回贯底下 补充地下水 饮水 把抽出来的水 再回贯 补充地下水 说 当降水立即就为环境安全了 就要采取解水的方法 控制地下水 这个解水的方法 解水帷幕 就相当于 我们前面讲的维烟一样 维烟是不是 也是把维烟内外的水环境给的隔断的 然后咱们只需要把维烟里面的水 抽出来就可以了 是不是 不影响外面的水位 那么 软土地区 基坑开发深度超过三米的 一般就要景点降水了 那反过来 如果说基坑比较浅 基坑深度不超三米 一般基坑深度如果不超三米 且降水深度不超两米的话 我们就可以简单的 积水名牌 或者叫名沟牌水 后面会给你讲到 积水名牌 或者名沟牌水 那么比如说 我们画一个基坑的断面图 就是基坑的维护结构 这是基坑底部的图体 就是基坑底部的图体 说 当基坑底部图体下面 有沉压水的时候 这个沉压水就是向上有水头压力 有顶力的 这个时候呢 要进行坑底的突涌验算 防止坑底被这个沉压水 水头的顶隆起 破坏了 是不是 当 坑底的图体的自重 不足以抵挡沉压水水头压力的时候 就要设降压井 你看 这个坑底图体 它向下的自重 如果抵挡不了沉压水的水头压力了 就容易被顶隆起 怎么办 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在坑底设什么 是降压井 把水头压力给它卸出来 就这个意思 好 直接往后看 降水的作用 比如 可根据什么来选择降水方法 一道选择题 根据什么来选择降水方法 根据土层情况 根据渗透性 根据降水深度 作为环境 植物条件 来选择降水方法 下面这个表格 太多了 你只需要把 什么叫积水名牌 然后景点降水里面 我需要你 把管井和真空景点 会做区分就可以 积水名牌 一般是指降水深度不超两米的情况 一般积坑的深度不超三米 然后降水深度不超两米 我们可以积水名牌 然后如果积坑深度比较深 或者降水深度超过两米了 我们就可以用什么 景点降水 比如 最简单的真空景点 当降水深度小一等于六米的时候 我们可以单积景点 当降水深度大于六米 小一等于十二米的时候 可以什么 多积分积降水 一般喷射景点 降水深度是不超二十米的 而管井降水深度是不限的 诶 注意哦 真空景点 一般大家是组合布置 而管井 它是单井独立降水的 后面会给大家讲到 大家要把积水名牌 降水深度一般不超两米 然后管井降水深度不限 然后真空景点 小一等于六米 是单极景点降水 大一等于六米 大一等于六米 小一等于十二米的是多积降水 把降水深度给它会区分一下 就可以 好 接下来我们看积水名牌 说积根开挖不是很深 就是说积根深度在三米以内 且容水量不大 一般积水名牌是最广泛 最简单最经济的方法 那么什么叫积水名牌 看这一幅积根的平面图 是随着积根开挖 在积根的四周 我们就开发排水沟 开发小水沟嘛 然后积根里面的水就会汇集到这个小排水沟 水沟里面 对不对 然后水沟每隔30到50米 或者在积根的四角 设积水井 你看比如说在这里 给它加深 在这里给它加深 形成积水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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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端面图是这样的 你看 这是水沟 这是积水井 积水井比水沟还要再深 0.5米以上 这样我们积根里的水啊 先流到积水沟里面 再由积水沟流到积水井里面 然后通过水管水泵给它集中抽走 是不是 通过沉淀池沉淀以后 再给它排向石正管网 这叫积水名牌 又叫名沟排水 又叫名沟排水 那么要求啊 挖的这个排水沟 一般深 0.3到0.4米 然后这个积水井 要比排水沟还要再深 0.5米以上 是不是 然后积水沟 距离积根的建筑基础边缘 至少0.4米开外 防止把建筑基础 破坏了 积水沟 距离积根内坡角 距离积根边坡 间距离是0.3米开外 防止把积根内坡角 给破坏了 好 这是积水名牌 一般是用于积根深度 不超3米 降水深度不超2米 这种情况 好 那如果积根深度比较深 积水名牌就降不过来了 咱们就要用什么 经典降水 经典降水 这一条 在15年以前 是一个高频的暗地考点 但近几年考试的几率下降了 为什么下降了呢 因为这条内容啊 一件和二件教材的描述 引用了不同的规范 描述有分歧 所以说一般这种有分歧的考试 尽量会避免 但是学起来很简单 就是告诉你 今天降水是如何布置景点的 比如当这个积根的宽度 当这个积根的宽度 小于6米 且降水深度小于6米时 用单排景点降水 你看就在积根的一侧 布置景点就行了 布置在地下水上也有一侧 比如说地下水方向是这样的 那么就在这边 积根的这边布置景点 等于地下水想往积根里面流 结果被景点就给的抽走了 是不是 不让他流到积根里面去 单排景点 那注意什么叫降水深度 什么叫降水深度 看清楚了 这个很多市面上的解释都有错误 听清楚了 比如地下水水位在这里 本来的地下水水位在这里 然后咱们降水 是不是要降到基底以下零点五米 比如这是基底下零点五米 在这个位置 那降水深度指的是 从原来水位震底 一直降到基底以下零点五米 中间这个水位落差 叫降水深度 听明白了没有 原来地下水位在这里 然后降水不是要降到 这是基坑底部吗 不是要降到基坑底部以下零点五米吗 就降到这个地方 原来地下水位在这里 然后降到基底以下零点五米 中间这个水位落差 这才叫降水深度 好 如果基酸基酸降水深度 你要懂 什么叫降水深度 很容易的 那么反过来 如果说基坑宽度超过六米了 或者降水深度超过六米了 或者深度系数比较大 用学量比较大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就双排经典 等于在基坑的两侧都得布置经典管 这种长条形的基坑 你是单排或者双排布置 如果是大面积的基坑 比如这样形状一个大基坑 大面的基坑 你怎么单排双排 像这种大面积的基坑 当然是沿着基坑四周围 环形布置经典了 是不是 把它包裹起来 当然 这个环形经典 不用把基坑周围完全封闭 可以留一个设备的出入口 间距可达四米 比如说在地下水的下游方向 比如地下水 全流方向是这样的 那么在地下水的下游方向 咱们留一个不超过四米 这个宽度是不超四米的 不超四米的一个设备出入口 什么时候单排经典 什么时候双排经典 然后环形经典 它的一个出入口 怎么布置的 这些要求 讲一遍 能理解能听懂就可以了 主要把我刚才讲的降水深度的定义 弄明白 理解了就可以了 好 你看 像这样布置的 这样布置的叫清形景点降水 你看 它是利用一根一根小的 小的景点管子 你看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 这么多小的景点管子 抽水汇集到积水总管里面 你看 这么多小的景点管子 这么多小的景点管子 全部抽水汇集到积水总管里面 然后通过水泵给它集中了出牌子 这叫清形景点降水 那么要求 你看 这个景点管距离极坑边坡 这个间距是1到1.5米 然后两个景点管子之间间距是0.8到1.6米 就是说 这一根景点管子 跟这一根景点管子 它们两个的间距是0.8到1.6米 一般要么间距是0.8 要么是1.2 要么是1.6 就这几种规格 一般就这几种规格 好 所以说简写成0.8到1.6米 间距 这两个数据 大家要给它强化一下 防止考试出错让你改正 说 绿水管段 要求绿水管段 要比积坑底部 还深0.9到1.2米 因为我们降水 这是积坑底部 降水是不是要把水位降到基地以下 0.5米 比如这是积坑底部 0.5米的位置 那你这个臭水管子的端部 是不是要比坑底 0.5米 还要再深一点 所以说你看看 要求景点管的入度深度 要比积坑底部 还要再深0.9到1.2米 这样才能保证 降水能够把水降到基地以下 0.5米 好 那么 接下来 这个景点降水 到底它的工艺是怎么施工的 我要请大家 请里面都想一个问题 比如说 注意听 比如说 这是地层 地层在这 地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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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土 然后呢 比如说 地下水 在这个地方 地下水 在地层以下这个地方 比如说 在这个地方 是地下水 就装地下水 那么我们景点降水 是如何把地下水给它抽走的呢 你告诉我 现在你想把地下水给它抽走 你怎么能把地下水抽走 你告诉我 这就涉及到一个景点降水的攻击流程 考古安理机的 你注意听 实际上很简单 你想要把地下水抽走了 你得先从地面上打洞下去 要不然怎么抽水 是第一步你就要钻孔 第一步你就要钻孔 第一步就要钻孔 钻进到设计深度 就是钻孔 你把孔钻进到设计深度以后 刚才钻孔过程中 你为了互币 可能一边钻孔 一边采用地下互币的 是不是 那你钻孔到地以后 那你就要干什么 就要轻孔 我们简称为轻孔 实际上它是冲洗钻孔的一个过程 是不是 你钻孔转到地步以后 地下都是扎土什么的 你不得清孔 冲洗钻孔 然后 你地下室钻出来一个孔了 你怎么能够把孔里面的水 给它抽走呢 怎么能够把地下水给它抽走 你是不是得在孔里面 给它插入抽水管子 肯定是这样 要不然你怎么把孔里面水抽走 所以第三步 就要安装景点管 这是第三步了 第三步就要安装景点管 要把你装好的孔里面插入景管 大家再看 那你这个景点管跟你钻的景孔之间 抽水管子跟景孔之间 是不是有这么多的控枪 控锡 这个控锡 我们要填充滤料 要填充滤料 你防止一抽水 结果这个孔里面有扎土什么的 会把这个景点管子 会把这个抽水管子堵住 是不是 所以说你得把景点管子 与景孔之间的控枪 用滤料填充 所以说紧接着后面 景点管子安装好了 就要填充滤料 把景点管子 与景孔中间的空隙 用滤料填充 你填充滤料的时候 从这里 往上距离地面 硬米的这个深度 往上距离地面 硬米的深度 要用粘土分土 粘土分土 听明白吗 你看 驴料填到这里了 距离地面 至少硬米的深度 这上面都是用粘土分土 都是用粘土分土 然后 你景点管子得粘通 要连上鸡腿总管 然后接上水泵 是不是 所以说我们讲 要什么 连接水泵 是不是 或者说景点管子 连接鸡腿总管 连接水泵 是不是 然后还有一个 试运型的过程 设备是不是要试运型 设备都要试运型 检查喝个以后 试运型 你只有把青银腿管子 粘上积水总管了 然后再接上水泵了 再试运型 检查喝个以后 试运型 试抽 是不是 这才是景点降水 施工的攻击流程 能听懂吗 很简单 就是如何能够 把这家的水抽走 你先得在地面上 往下钻孔 然后孔里面 插入抽水的管子 然后把抽水管子和 井孔之间的空隙里面填充剧掉 然后填到距离地面 至少一米的地方 用粘土分堵 我问你个问题 有没有学员能告诉我 为什么距离地面 一米深度处 要用粘土分堵 为什么 你仔细想一想 仔细想一想 用粘土分堵 好处很多 当我们把水抽走以后 比如说把这个 井孔里面水抽走了 上面是粘土分堵的 这个时候 你把这个井孔里面水抽走了 是不是会造成 井孔类形成一个负压 因为上面被粘土分堵了 本来类外压强是平衡的 现在你把里面的 这个孔里面的水被抽走了 那井孔里面不就形成负压了 就会加大周围水位 往井孔里面去回流 形成一个红心效 形成一个红溪效应 因为现在井孔里面水被抽走了 它形成负压了 就加大对周围水位的一个 往里面的一个回溪 形成红溪效应 这样才能保证 能够高效率的 粘绵不断的把水抽出来 不会中断 懂我讲的意思吧 所以说我们的功识流程 如果你去死基因被 很僵硬的去死基因被 那是很困难的 你被了还容易放 但是当你懂了前因后果以后 懂了这个逻辑以后 很荣幸就你去写了 诶 书记哦 大家学功识 一定要懂前因后果 要懂逻辑 你不能死基因被 第一步做什么 第二步做什么 第三步做什么 它逻辑性是很强的 少了一步都不行的 它有必然 它有必然性和必要性 要抓住这个逻辑 好 那么 清晰景点是 每一个经典管子 很多个 很多个抽水经典管子 要连到积水中管里面 然后再通过我们的 比如说有很多根 有很多根这个 经典管子 有很多根经典管子 然后都给它 连通到积水中管里面 然后 水泵 连通起来 再抽水抽足 而管井 注意哦 管井是单井 降水的 什么意思呢 管井本身就像一个井一样 这个直径比较粗大 比如说零点五米左右 这么粗大的一个井 然后直接往井里面 放入抽水管子 然后 井连管子跟 井孔之间 孔隙里面也是填充剧掉 这个由于我们的管井 它的直径比较大 零点五米左右 甚至更大 那么井天管子与井闭之间 空腔是不是就更大呀 所以这个时候管井里面 填充剧的 你要是什么 是历史 印制的延时成分的原历 直径大一点的历史 而刚才 我们这个轻型经典 一般轻型经典 这个孔的这个直径 大概就70到100毫米左右 它比较 直径比较小 也就是说 井管跟井壁之间 空腔比较小 所以这个濾料呢 一般就用中粗沙作为濾料 它毕竟这个井孔空液比较小 你填地时容易堵住 是不是啊 所以说这时候呢 空液比较小 我们填的是什么 中粗沙作为濾料 而管井由于本来 这个井孔就比较大 直径0.5米左右 这么粗大 然后你把抽水管子擦下去以后 抽水管子 井管跟井孔之间 空腔会很大 所以我们就填地料 填的就是什么 硬质的原粒 直径大烟的 作为濾料 然后距离地面一米左右 距离地面至少一米 也是用粘土分堵 也是用粘土分顶 粘土分顶 或者粘土分顶 然后它自己直接就可以抽水了 它是单井降水 它不像我们啊 这个经典经典 是很多个抽水管子 全部集中到抽水中管 集水中管里面 然后再由水泵集中抽盘 是吧 是组合布置的 而管井 它是单井降水 而且降水深度不限 是不是啊 这样你把管井和经营景点 会区分了 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看回贯 回贯给大家了解一下 就是说啊 我们井里面抽水下的水啊 在井里面抽水下水 可以在远方回贯 补充地下水 要求回贯井 跟抽水井之间 间距不小于六米 这个间距不小于六米 隔远一点 才能往地下回贯 就这个意思 然后 这个简单了解一下 隔水为木 什么叫隔水为木 或者结水为木 我们说这跟维燕很类似嘛 把基根内外的水环境给了隔断 那么很多时候啊 我们 很多维护结构 它会自带防水功能 就可以兼做隔水为木 比如说 什么基下连去墙 什么中立式水泥土挡墙 什么SMW工法 甚至干板张维护结构 它都自带一定的防水功能 本身自己就可以作为 接水为木 书上讲了 各种原木布置了三种位置关系 我们简单的看一下 这个考试这么多年了 很少考到 简单看一下 能理解就能理解 不理解 也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首先 各种原木是怎么布置的呢 第一种情况 各种原木隔断了降水层 你看我这幅图 这是个断面图 橙色部分表示的是隔水帷幕 你看 它是维护结构 兼做直水帷幕的 是不是 然后你看 比如 这是地面 然后这个是地下水位 在这个地方 下面这个地方是隔水层 维护结构 隔水帷幕 直接落到了隔水层的底部 直接落到了隔水层的底部 所以这种叫落底式帷幕 相当于 这个隔水帷幕 把基坑内外的雪环境 完全就给割断了 是不是 这不就相当于是维燕一样吗 维燕是不是要落到河床底部啊 把维燕内外的水给它 完全隔断 隔开嘛 是不是 那这样 当然我们降水的时候 降水井是布置在基坑内了 你看我们只降基坑内的水 它就不影响基坑外的地层水位 是不是 因为此时是落底式帷幕 这个质式帷幕 完全把基坑内外的水环境给它隔断了嘛 所以说我们降水井就可以布置在基坑内部 我们只抽基坑内部的水位 不影响基坑外的地下水位 就这个意思 第二种情况 说 隔水帷幕底位于成压水的隔水顶板中 什么意思呢 看我这幅图 你看啊 这是基坑的维护结构 维护结构 你看你用维护结构来建议做植水帷幕的嘛 然后你看好了 从这里到这里 中间这么多都是什么 成压水层 然后这个是基坑底部的图体 是不是 所以说它叫隔水帷幕 位于成压水层的隔水顶板中嘛 你看这是成压水层 然后上面这个是图体 是不是 等于隔水为木 它是位于成压水层上面的图体里面的 是不是 那讲白了 这个时候 主要降水是防止成压水把坑底图体顶隆起 是不是 所以它是什么 防止突涌为目的的 防止坑底隆起为目的的降水 是不是 那此时降水井布置在基坑的外侧 为什么此时降水井布置在基坑的外侧 你仔细看 实际上这个基坑内和基坑外 它们地下的这种沉压水的水环境是完全粘通的 因为各式帷幕在这里 在这里没有渗入到沉压水层中 你看坑底下的沉压水层是完全粘通的 是不是 所以说此时降水它是防止坑底隆起为目的的 那么我们把景点布置在基坑内也好 比如布置在这里 布置在基坑外也好 实际上它们的降压效果差不多 是不是 它降的都是这一片的沉压水的水的压力 是不是 那如果你把景点布置在基坑内的话 以后基坑里面主体结构施工 它要暗示的 而且以后的这个景点还要封堵 比较麻烦的 所以既然你降压效果差不多 为了施工方面 我们当然宁愿选择把景点布置在基坑的外侧了 是不是这个意思 好 如果当时你迷迷糊糊没明白的 回去仔细琢磨一下就懂了 各当上就不给你留太多的时间去慢慢的琢磨了 第三种情况 这是帷幕底位于沉压水层中 注意看 这是基坑的维护结构兼做知识帷幕的 然后从这里到这里 这么深全部是沉压水层 你看这个格式维护 它是就位于沉压水层中的 它没有落底 没有落到底部 你看 等于这种维护是位于沉压水层中 没有落到底部 此时 这种格式维护 我们又称之为悬挂式格式维护 悬挂式格式维护 等于格式维护是悬挂在沉压水层中的 没有落底 此时我们仔细分析一下 说当基坑开挂较浅的时候 比如基坑开挂到这里 那基坑底部根本就没有进入沉压水层 那此时降水就是降低血头压力 防止坑底龙起的目的 是不是 但是如果基坑开挂比较深 比如基坑底部在这个地方 基坑底部进入沉压水层中了 那这个时候 前期开挂的时候 当开挂的底部没有进入沉压水层的时候 是以降压为目的 防止基坑底部隆起 后面 其实你开挂越来越来越深 一旦基坑底部进入沉压水层以后 就需要什么 输干沉压水为目的了 这个时候 降水井 布置于基坑的内侧 诶 此时你看景点布置在基坑的内侧 为什么 因为你抽水的时候 你想啊 一边抽基坑内的水 基坑外的水啊 会绕过微波极构底端 往基坑内回流 往基坑内回流 那只要我们抽水的速度 比它水回流的速度快 抽水的速度比回流的速度快 是不是就可以把基坑内的水位 给它抽到基底下 那点5米啊 抽水速度只要比回流的速度快 就能把基坑内的水位抽下降 就这个意思 那如果反过来 此时你如果非得把景点 布置在基坑外侧的话 会产生什么情况啊 你仔细思考一下 比如说啊 比如说你把景点 布置在基坑的外侧的话 那你抽水 你抽水 你抽水啊 等于会把外面地层很大一片水位抽走 然后基坑内只有一小部分水位 绕过微波极构底端流出来 那这样的话 你抽水的效率就会很低 而且对地层水位的影响会非常大 你是抽走了很大一片的环境水 才能把一小部分基坑内的水位抽降低 是不是啊 所以你这样基坑内的降水效率就低 而且对环境的影响就大呀 这个时候你想一想 你也知道了 肯定要把景点不是在基坑内侧吗 这样我抽水的时候 我是抽走了一大片基坑内的水 然后只有少部分基坑外的水 回流到基坑内部 这样我整个坑内降水效率更高 而且对环境的影响更小 是不是啊 所以通过这三种关系的分析 我需要你知道 景点到底不值在基坑内侧 还是不值在基坑外侧 它不是死基坑内的 一要考虑到降水 是要把坑内水位降到基地以下零点五米 是不是啊 比如落地式帷幕 你只有把景点不值在基坑内啊 要不然基坑内水位降不了啊 二要考虑到降水效率 要方便施工 考虑到降水效率 三要考虑到降水对环境变形的影响 尽量减少降水对环境变形的影响 这样你就知道 为什么一会儿基坑降水的时候 今天不是在那侧 一会儿又不是在基坑的外侧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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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